聯邦運輸部的數據顯示 由於存在未解決的安全回收問題 全國仍有超過600萬架被認為是不安全的汽車 在道路上行駛 礦深月報道 聯邦運輸部在6月進行的分析中估計 2019年在全國3300萬部有登記的車輛當中 有五分之一沒有按回收指示下維修 仍繼續行駛 可能危及車內乘客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運輸部建議修訂規例 要求發出回收通知的汽車公司 盡快於公司網站上交代資料 好讓車主及早注意到 而將車拿回車廠維修 不當局並要求汽車公司 在網站上提供車輛檢驗編號查找方法 以提供回收車輛的資料 加拿大汽車協會CAA 就此表示 往往只有少數車主 尤其是二手車車主得知汽車被回收 因為政府或車廠紀錄的 一般只是第一手買家的名字 不過CAA也強調 由於需要回收的許多汽車 都與非緊急 或不迷及生命的小問題有關 認為公眾無需太擔心